听众朋友,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,继续为您播送善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乱世萧雄》。 有《乱世萧雄》的人发现了,等过来一打招呼,有的人认识他,哎哟,这不张爷吗?哎呀张爷,您怎么又来了?快请下马吧,跟上一次是截然不同,张作霖下了马,跟弟兄们打过招呼,大家陪着往里边走,拐弯抹角, 到了绍卡,先让张作霖进屋坐着,有人到里边送信,也就是半小时左右吧,外边来帮人,文首的正是汤二胡,汤玉林,后着跟着是张世飞,谭翠平,灵活人家到了,能有二十多号, 这帮人惯于大说大叫,离得多远,把大手就举起来了,兄弟,兄弟,真没想到你能来,我这好兄弟。 张作霖,张作霖起身相迎,跟大家打过招呼,唐二胡怼了张作霖一拳,我说兄弟,上次因为哥哥粗野,把你给得罪了,我瞅你那小脸沉着,沉着不乐意了,我认为啊,你不能理我了, 没想到你,没想到你还真来了,我太高兴了,大哥,你怎么说这话,小弟也有难言之隐,一时错怪大哥,还望各位高抬贵手,别计较此事,哪能呢,你不往心里去就行, 诶,此地并非讲话之作,走,往里去吧,我们老爷子,大寨出几位当家的高带,可谓群雄大聚会,咋咋咋咋咋咋,众星彭月一般,把张作霖让到里边,张作霖那还真没深入过, 往里边一走着一看,哎呀,都说三结构,那是别有天壁,一点都不假呀,他一看,河道纵横,提霸交错,明保暗保,明上暗上,兴罗齐步,地形相当复杂, 真是一手而难攻,难怪杜家的人,在这一战就是几十年,官府不能把他们如之河,那简直是天类之天地, 张作霖跟着往里走,要么能有十几里的光景,到了个地方,这地方就是青马侃,杜立三的老曹,老杜家,就是靠这发的价, 再看,进了街了,靠着旁边一座大院桌,那街上出来进去的,都是青马侃的土匪呀,一会走了一旁,一会回了一旁,身上都带着冒烟的家伙,门前站着四个岗, 一看汤二虎,谭翠平重人来了,有人喊一嗓,张作霖一天,这还军队呢,还带立正的, 这啥岗,汤二虎就像没听见一样,往里停,往里停,进了院子里,这大院套,战地能有三亩,院墙高有两丈左右,全用巨石和大砖砌成,墙上面,五步一港,十步一哨,四脚都带大炮楼的, 如果把铁门关上里都堵上,没有重武器,你休想越雷池一步,这院里,虽然没铺着方砖,但是非常平整,也非常雅亮, 又往里头走了一段,又进了个二道院,正中闪出七间大厅,这一间房, 能有七间房那么大,大厅上高挂的一块匾,上写分金兵,院里站着不少标形大,一看汤二虎他们来了,纷纷点头致意, 张作林心说,我呀,不怎么认字,我就爱听书,那说书先生啊,经常讲,什么战山为王,落草为寇,巨翼分赃大厅,什么模样,什么模样的, 哎,接着个真贱着呢,这跟那说书先生描绘的是一般般,甚至比那还凶啊, 哼,真好笑啊,张作林这心里的瞎琢磨, 这阵汤二虎把棉门帘子掀开,请,把张作林让到屋里头,可这屋里的热气涂脸啊, 你别看外的酥酒浓冬,滴水成冰,屋里的是温暖如春, 靠着四个脊脚,有四个巨型的大炭火喷,那炭火正旺,张作林往上边一看,一拉溜,有十几张桌子,后边都有高脚椅,蒙着全虎皮,全熊皮, 这玩意,这玩意坐着太暖和了,老少坐着那么几位,在他们的背后, 站着十几名大汉,都夸着双家伙,知道这都是保镖的, 为少的有个老者,大哥,紫红脸堂,浓眉,大眼睛,梁铁胡,六十岁挂领, 两个眼睛倍儿亮,张作林认识, 跟这老头儿见过不是一次了,是杜立三头爹杜宝登, 人颂戳号杜老判,判呢就是判官的判, 人们习惯就杜老判,就因为呢,他掌裂魁梧也怕, 另外也狠,见着他就好像见着判官了, 非要归魂索命不可,就这么个意思, 他二虎紧走两路,一抱拳, 我当家的,你看谁来了,杜老判呢, 正跟几个弟兄,还有他儿子, 一大帮人商议三界沟的事, 真没想到张作林能来, 杜老判你一看,哎哟, 这是哪阵乡风,把你给刮了呢,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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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站起身来来到张作林进前, 抓住他的手, 这一路摇晃了, 啪啪啪, 垂打张作林的后背, 这是亲热的表示, 你咱们来了, 老人家, 无事不登三宝殿, 另外呢,快过年了, 我呢,这会儿来给您拜个早年, 会说话,会说话, 哈哈哈哈, 来来,老嘎嘎, 我给你介绍介绍, 说这话一回声, 给他介绍另外的三个上棉级的, 那是谁啊, 杜宝增的亲兄弟, 老二杜宝兴, 老三杜宝善, 老四杜宝万, 老杜姐的似虎啊, 张作林你看呢, 一个个都听我一放, 身上都带着家伙, 都以长者相称, 过来见了一位, 这几个人也热情地打过招呼, 然后杜老畔一转身, 把他领在一个人的面前, 作林, 你们哥俩今后得多亲多近了, 李赛, 我不常跟你说吗,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小子, 叫张作林, 这就是我亲儿子杜立三, 你们哥俩见见吗, 张作林, 不由得仔细观看杜立三, 因为他的名望太大了, 远近的人没有不知道的, 一提起刘西智飞杜立三呢, 令人可危可惊, 今儿个就在面前的, 他一看杜立三, 平顶身高, 在一米七左右, 比自己高了一大截, 长这模样像他跌似的, 紫红的脸摊, 龙眉毛, 大眼睛, 狮子皮, 方海狗, 多少有两片小黑糊, 更衬托着压衫四衬, 头上戴着酱紫色的软包巾, 身上穿着酱紫色的软袍, 腰里挤着袋子, 下边天蓝色的绸扣, 青钻的靴子, 外边披着皮袄, 腰上戴着德国大镜面, 二十枪插缩盒子枪, 双家伙, 这杜立三脸沉着, 四笑非笑, 令人望而生畏, 坐林赶紧过去, 一抱拳, 大哥, 大当家的, 一向可好, 小可张老嘎的, 给林兴礼了, 这杜立三呢, 还真没站起来, 也就微微欠了欠身, 哦, 哈哈, 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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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既然来得备债, 我非常高兴, 不必客气, 请坐吧, 是, 杜老范把手下人全都找上来, 挨个的给张作霖做了介绍, 张作霖别看面书不多, 脑子可好使会, 哦, 他这才知道, 在杜立三身后站着个白胖子, 这人三十岁左右一对小肉包一下, 一看就知道是足智多毛的人, 他就是杜立三的左右手, 他的帮带叫宋庆莲, 也是杜立三的军事, 对这个人他很注意, 到打过招呼之后, 张作霖坐下来, 杜老范是特别特别高兴, 显出来, 那么大的年纪了手无足的, 哇, 老爸爸, 你知道你这一来我有多高兴吗, 咱俩俩就是投缘, 各位, 我学过相书啊, 我专会给人相面, 你们看见没, 老嘎的个头虽然不高, 无短的身材, 但是精神, 你瞅这对眼睛, 这叫狐狸的眼睛, 你们不要以为是褒脸, 一双狐眼是鸡井过人, 这样的人才有出息呢, 不信, 你们看着吧, 哈哈哈哈, 二胡, 告诉手下, 坐几桌丰盛的酒席, 给坐林接风, 本来张国林来不是为吃饭, 受人之托来求人情来的, 但是一看人家呢, 这番热情, 这一度的话, 现在没法说, 坐林直好, 把这件事新加在心里, 等一会儿得闲了, 再恳求杜老派, 时间不大, 酒宴排下, 杜兰叛一高兴, 把拔的炮手, 大头目全找来, 人多热呢, 一百多人团团围坐, 这是举杯祝贺, 给张国林接风, 你想这帮人都什么人呢, 山带王, 伸手伍之令, 全手就要命, 不拘小街, 一见着酒和肉呢, 是高谈破论了, 说什么的都要, 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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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汪, 把这分京大厅的房盖, 都要鼓起来, 相比之下, 张作林非常举谨, 有点勉腆, 杜老派就问, 我老大大, 方才你讲话了, 无事不登三宝殿, 大概你不是来入伙的吧, 是有事儿吧, 老人家, 您猜对了, 有什么事儿, 直管说, 是不是过不去年了, 有困难, 放心, 用多少, 一句话, 不不, 老爷子, 您想错了, 我个人一不缺钱, 二没有什么困难, 不过, 他, 说嘛, 是不是一会儿吃完饭, 咱也俩找个背景的地方, 我跟您谈谈, 不, 这屋里没外卖, 咱们都是一家人, 这是我儿子, 这是我仨兄弟, 这是几个崽子, 你有什么悲言呢, 说吧, 哎, 好吧, 既然你老人家问到这儿了, 我不得不讲, 远在我父亲和我祖父那边, 交了个朋友, 叫李春天, 大概您还记得吧, 就是海城万龙烧锅的那个东家, 哦, 对, 有这么个人, 怎么跟你们家, 还有交情, 深交没有, 因为那是我们家过得挺累, 我祖父在人家当木匠, 但是虽然如此, 人家对我们家可不错呀, 有个马高邓短, 缺个十两八两的, 人家没少周记咱, 这李春天有个哥哥叫李春和, 就是营口的盐税局的局董, 听说, 让您手下的人, 我也不懂这词, 绑票给绑来了, 听说嘛, 还要两万两银子, 初一就得把钱给交去, 如期不然就要闷秧子撕票, 不知道有没有这事,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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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哎, 小子, 你他妈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, 一点都不讲, 有, 你说吧, 到底怎么回事, 刚才我说半截, 因为那个李春天对我们家有恩, 他哥哥李春和, 被您手下的人绑了票了, 他能不着急吗, 他就求到我们家去了, 就提起当初对我们家的恩惠, 当时我娘跟我呢, 全没词了, 按理说, 我没这资格管这么大的事, 我也不配, 可是拿人心比自心, 人家求到门前了, 你说怎么办呢, 后来我奉母命厚着脸皮, 来见您老人家, 您还真在家, 我算没白来, 恳请您老人家呢, 高抬贵手, 咱可把话说清楚啊, 老李家绝不打赖, 不是不给钱, 两万两银子分文不欠, 但是您根莫底了, 银钱不凑手, 这两万两的数目实在凑不齐, 打算让您容期缓线呢, 缓得正月十五, 到那时, 把钱如数给送到, 我呢, 没这事来的, 不知道老当家的, 能不能容期缓线, 哦, 就这么个事, 他把李春田这小子, 真会弯门子, 啊, 既然对你们家有恩惠, 算了, 这波买卖呀, 算我们没做, 你们说呢, 他那仨兄弟一瓶, 赶紧点头, 大哥, 您看着办吧, 我看着办了, 算了, 左林你放心, 对你好, 就是对我好, 对你们家好, 就是对三界沟的人, 瞧得铁, 我现在就派人用车子, 把李春河送回营口, 赔礼道歉, 两万两银子, 不要了, 你看怎么样, 哎呦, 张作霖没想到这杜老畔办事这么咔嚓, 那是钱了, 到手就买卖, 不要了, 张作霖趴地上帮帮帮, 给杜老畔喝撒头, 然后谢过所有的人, 杜老畔让汤二虎办这事去, 去, 马上把人家送回去, 不准亏待, 哎, 这事了结了, 说日后李春和李春田老李仪的人, 拿张作霖当神仙, 不惜万贯家财资助张作霖, 他原因就在这, 当然那是后话, 咱展现不提, 这个事算了结了, 可在座的人都听杜老畔的, 唯独特儿杜立三, 那脸沉起来, 那活儿都撞着脑门子, 心说爹呀, 你老糊涂了, 两万两了, 到手的钱呢, 叫张作霖得不得得不得, 几句话, 给弄黄了, 再这一说了, 张作霖算个什么东西, 小个儿不高一臂小眼睛, 一肚子大奔, 你脑袋高凉花, 土里土气的, 你怎么那么看重他呀, 这可好, 太高兴了, 你知道为了绑这个票, 咱们下了多大的功夫, 弟兄们跟踪了有三个多月, 好不容易买买得了手了, 倒嘴的肥肉还得偷出去, 看来这张作霖真是我们三界狗的桑文青, 早晚倒霉的倒塌身上, 但是他爹做了主, 拍了玩意, 他当儿子的, 不好说话, 只是暗气暗憋, 用眼睛瞪着张作霖, 张作霖觉察出来了, 哎呦, 回来了, 这杜丽三怎么瞅我这么不顺眼呢, 我进屋那会儿, 他那脸就沉沉着, 皮笑肉不笑, 可能刚才我提这事儿冲着他飞管子了, 你瞅瞅脑筋都蹦起多高的, 要没人都能把我吃了, 张作霖想得了, 见好就收, 事儿办完了, 我赶紧离开是非之地, 因此张作霖赶紧吃了几口, 把筷子放下了, 老人家, 各位, 多谢盛情款待, 又赏给我做零一个面子, 只要我有三寸气灾, 不忘大恩, 别看这老理解的事儿, 就是我的事儿, 今后我一定加倍报答, 仰康快过年了, 我娘还着急等我回去, 就这样我告辞了, 各位, 我可走了, 杜老畔一平, 老嘎子, 走不了, 你这何苦的呢, 哦, 你就为这事儿来的, 这事儿办完了, 你转身就走, 怎么, 在我们三界沟多待一会儿, 对你有什么不利吗, 你觉得我们这个地方, 你不配在这儿待一会儿吗, 不不不不, 老人家, 您可千万别误会, 我刚才说的的确是实情, 既然那样别走了, 好不容易来一趟, 又赶紧过年, 今天我就留你, 但是过个年, 大伙儿痛快痛快, 你们说怎么样, 我投业, 乐业, 不能走, 但是过年, 那这帮人说话, 吐吐嘛是个病, 张作霖不敢拨人家面子, 信说这帮人也是红脸汉嘛, 那我要给得罪了, 不但事情, 白办了, 我这条命还得搭在这儿, 人家现在说话算数, 得罪不起呀, 信说娘啊, 您就在家跟我姐姐他们过年吧, 甭等我了, 尽管我不愿意在这儿待着, 我也得待, 作霖当时一乐, 好, 既然各位老前辈, 愿意挽留我, 我何尝不乐意呀, 我就是怕我娘惦记, 行, 我就留下, 哎, 这才叫好孩子呢, 我告诉你啊, 男子汉大丈夫, 办什么事, 水萝卜旧酒, 嘎嘣脆料地摔三截, 别瞻前顾后, 吞吞吐吐, 我叫凡那号人, 这才叫痛快男, 来啊, 重新上酒, 好好喝喝, 杜丽三哪, 左一杯右一斩, 就灌开张作霖了, 张作霖心里明白, 杜丽三没安好肠子, 嘿嘿, 事到如今, 我也就豁出来了, 听众朋友, 长篇评书, 乱世枭雄,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, 责任编剧张红,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, 先放下来, 就不如您, 快乐说明天继续收听,